在台湾的一位蚵仔米酸大王 过去是科技人 那么经过了财源风波之后 他自己研发调配出了 这个鲜甜又Q弹的大肠蚵仔米酸 还自创的是外酥内嫩的零片臭豆腐 搭配的是顶级的翡翠泡菜一起吃 很多顾客是赞不绝口 就是靠着认真打拼跟精选食材 现在已经成为全台湾分店量最多的面线大王 卤到香透的大肠配上嘉义冬食的鲜蚵 再拌个蒜末 一碗热腾腾的蚵仔米酸 好吃到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纯手工跟机器里面的价钱几乎差了快一半 它比较耐煮 而且吃起来比较Q 比较弹 这碗台湾的国民小吃 魅力大到成功征服不同世代的味蕾 我们是用柴鱼的肉去磨成的粉 所以煮出来的就等于鲜鱼的汤头 再加上烫蚵仔的汤就是蚵仔汤 所以说吃起来自然的海鲜味 每天都得煮上个二三十桶面线才购卖 因为光是中永和就密集开出16家店 可以说是全国分店量最多的面线专家 我们的量一天大概要150到200斤 早上就在挖了啦 就在烤蚵仔 然后下午明天早上就送来 比较年轻的蚵仔就是一年以下 它那个吃起来就水水的 没有Q度 然后这两年以上的它Q度会比较油 然后会比较甜 蚵仔一定要加以东西的老蚵仔 产地采收后就以最快速度 送达中央厨房 香喷喷的大肠是经过多种中药材乳过 咬下后还会回甘 赵瑞奇龟毛的个性 蚵仔米刷四大元素 面线 汤头 鲜柯和大肠得要全部做到位 才端上桌让客人品尝 这位家觉得汤头它甜 然后吃到它的面线会Q 会软嫩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层次 那如果再加了蒜头 还有一些辣椒啦 如果自己的喜好的话都会更有味 赵瑞奇说15年前要不是产业纷纷外移 担心成为下个被裁员对象 也不会从科技业的主管改拿起国产 做起国民小吃 于是他将科技业讲求的效率结合生产力 应用在开店哲学上 每一年我开了一家 我就多加一分薪水 为什么加薪加了薪水 应该加了两三倍油啦 这些薪水大概8万 38岁决定转行 于是就和夜市教母庄宝华学做小吃 从冷气房走进菜市场 他说料理最难控制的地方就在于 老师教的是一碗的分量 但要放大到一大锅 并不是等比例放大 味道就对 因此要不断尝试又尝试 之后才调出自己造势的黄金比例 40岁还已经开出自家分店 这个看到鳞片了 我就感觉这个就有酥酥 一般只是一个表面的皮而已 但是它这个皮不见得 第二块你还吃得到它的酥 所以你看我的第二块 都还有它的脆感 外酥内嫩的臭豆腐 是它最自豪的产品 透过不断敲打表皮 榨出连冷掉都还酥脆的臭豆腐 光看就像是件艺术品 他说当年为了寻找这耐打的豆腐 可是凌晨两点就站在深坑交流道下 一直燃到五点钟吧 快到天都快亮了 我想说可能真的问没有 后来刚好问到一个50多岁的司机 后来他才跟我讲 就在你的后面的红绿灯再过去一点 他说深坑就只有那么一家 难怪年轻的司机早没有 老店 非常老的店 一个百年的豆腐店 网路不发达的年代 为了寻求最好的食材 也只好涂发炼钢 他也大胆到15年前 就卖起一份50块的臭豆腐 天然的冬花发酵 所以说不像外面的有化学的味道 对 所以我才用身份的正宗的 对 因为它百年老店 它不可能自己砸招牌 吃起来真的有豆腐的味道 太太形容赵瑞琪做起事来 就像是只野马 拼尽十足 像是既然做出美味的臭豆腐 就一定要配上好吃的台式泡菜 放到嘴巴先甜 然后咬下去菜的时候变酸的 因为它触出来了 所以说先甜后酸 推下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放小辣椒 小小的 所以会微微辣 让它有三个层次的感觉 很多小孩子不喜欢吃生菜的 都来这边吃我们家的泡菜 因为就甜甜酸酸的 选用来自何欢生大鱼岭上的高丽菜 叶片大又甜 为了控制高成本 它一量制价 一天700斤用量 让菜商甘愿给它最好折扣 摸这里都还有水分 对 都是就是讲的都还有水分 这个样子就是昨天它们摘完之后 我们就马上做 我就第一个收到 对 一般都是高级餐厅在用 对 你还要用到这么好感吗 因为客人的口感一吃就知道 何况我们是从生去做腌制的过程 所以说做腌制的过程之后 口感更要有差异性 其实还是为科技人的时候 张瑞琪就因为经常参加创业讲座 而对台湾小吃有种使命感 台湾这个传统小吃已经慢慢消逝了 而且做的人 传承的人也不多了 这个行业已经可以说 在台北市应该吃不到臭豆腐了 也可能偶尔间 深夜市可以再吃了 我们谁来去做这些 后来才去拜师学生做的 要从宽敞舒适的办公室 走进油腻狭小的厨房 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还好老婆全力相挺 她说贤人做什么 像什么 遇到问题不退缩 因此才跟着她玩起铜板经济 切的时候它会在一起 你要把它戳开 让每一片叶子都能吃到盐巴 它才会软化 它软化才会脆甜 夫妻俩借由开店使力 把柄做大 太太实在藏不住心中的喜悦 透露说原本的会计身份早就三级跳 对 经济度长 那每个健康的多小 一个月的话 只要有快三百 十六的加盟店 连我们的食物店 你现在可以有这样子吗 对 秘密 十六家分店创造出丰厚利润 但也得拿出实力 消费者也才愿意买单 像是制作繁复的泡菜 光是盐巴搓揉 就至少要二十分钟以上 接下来还要静置 腌制再软化 一个小时后洗去盐分 然后还得泡再清水一个小时 反复两次后 高丽菜就像一只麻雀变蜂黄 和食下最夯的饮品互相媲美 将多余的盐分去掉 你看这个像不像翠玉 翡翠 现在很流行的翡翠柠檬 我们这个翡翠泡菜 刚刚你看得到的是铜板 我看到的是钞票 赵老板说他们家的泡菜 除了搭配臭豆腐吃外 很多人还会单独购买 当作零嘴吃 刚刚好的酸 可以接受的甜 顺口到从老到小都通吃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脆一点 可是它臭豆腐炸的 就是里面都是脆脆的 然后就很有口感 很好吃 它的汤头非常好 然后面又很Q 然后每次早上下课过来 就会吃 当年只花一万多块的学费 却懂得慎用科技人 专职专项的特长 应用在小吃哲学上 结果一碗面馅一盘臭豆腐 每一种配料都可以独称大梁 与其说创造了铜板经济 不如说是台湾小吃的再升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